中国国族从1936年那届奥运会开始参赛,最开始是常规战手。 但1992年后,国际组联规定参加奥运会的只能是一位二赞球员,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奥队,而回忆起中国参加的那么多届奥运会,成绩最好的正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。 2008年,国族作为东道主,直接进入决赛圈之前从1992年开始的四剑,以及之后2012年和2016年两届,国族全部折挤于预选赛,中国族协队08年奥运会期望非常大,早在05年,就确定了男族征奖牌的目标,还聘请了06世界杯能以帅杜一为主教练,然而事情却非常不理想。 大赛之前杜一被革职,盐铁生火线接手球队,08年国奥队的阵容如下,教练,杜一科维奇,盐铁生,欧楚良,素茂真,队员,修胜九,张璐,李伟峰,岳伟,冯萧婷,万后良,唐昂松,吕建军,郑志,周海边,崔鹏,沈龙元,江明,陈涛,韩鹏,高林,朱挺,董房卓, 三场决赛阶段的小组赛战季如下,中国移到一新西兰,中国领导而比利时,中国领导三巴西。 中国男族因为对新西兰那一粒金子般宝贵的进球,排在了第十三名,也就是倒数第二名,而最后一名是三战接末的洪独拉斯。 这里入球是迄今为止,中国男族在奥运赛场上的第一类进球,也是中国男族国际大赛决赛的历史第一球。 不过,国足在第二场对比利时的比赛中,还是丢了人,台湾总和政治天乐一反归被驻查红海法下,令人侧目。 打入这个进球的,正是董方卓,这位此前辈认为是中国足球希望,并于2004年以创中国足球记录,350万英镑转汇英超曼联的球员,曾经在欧洲有过一段汇煌时期。 不过不是在曼联,而是在比利时足球一级联赛,2005-06赛季他打入18球,获得了那个赛季比以联赛的金靴。 然而,在2008年奥运会,为中国打入一球后,董方卓的状态却出现了大幅下降。 2012年,在欧洲都国闯荡为国的董方卓辗转回国,先后加盟中甲湖南湘潮,河北中基等球队,但是都未能找回状态。 2016年,31岁的他宣布因上退役,多年后,董方卓才调出了308奥运会后自己状态下滑的原因。 08年2月在曼联梯与卫队比赛时左期半月半受损,后时自交叉,韧带撕裂,因手术治疗周期过长。 所以,放弃手术选择了保守治疗,以完成对参加奥运会的梦想,由于留下病根无法完全康复导致能力下滑。 下图,董方卓去年接受采访可以说,董方卓曾经为中国足球姐带来希望,但后来的结局却是如此,实在令人唏嘘。 今年3月,33岁的他受评为厦门市教工体育协会技术顾问,在此祝愿董方卓可以在另一个赛场一切顺利。